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走向詹老師那條路 下面這個 預付出跟收穫 沒有辦法就是很陳振平的 王麥麥 疊字的呢 你很容易會做錯決定嗎 妳是像木木都可以 我就用無尊的名字 反正以為只有一集 沒想到我顧聽他大學生 他說不好意思 名牌已經做了 後來我去了全民最大檔 想說我要改名 工作人員說 可是導播跟後製已經上好無尊的 沒辦法改名就好 我是被姓名推著走耶 無尊這個名字對我好嗎 因為它是有柵欄嗎 所以這個柵欄對他來說是好的 有一個老師跟我說 要不要改叫吳祭江 他說這個會哄 因為吳祭江你會兒 陳教授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大家好 很多人為了自己的運氣 會去改名字 但會不會越改越慘呢 好 所以當然我們肯定是有一位 有根據的老師 孟霍老師在這邊 孟霍老師你好 你們這六位想改名字 要看看這個狀態來 你們要很慶幸 怎麼了 慶幸什麼 今天 坐在那邊不是詹老師 對… 他會亂取奇怪的名字 老師這個名字跟這個運勢各方面 當然是有關聯的 因為我們在講那個 一命二孕 對啊 要不然他們要賺什麼 對啊 不是… 跟我說沒關啊 這樣怎麼聊 怎麼聊嘛 不是嘛 因為我們有講說 一命二孕三風水嘛 有聽過對不對 四基因的五讀書 再來就是六名七項八禁神 第六個就是我們的姓名學 所以說其實也是滿後面的 但還是會有影響的 OK… 因為很簡單嘛 同名同姓的命運大不同 是不是有的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所以這很重要對不對 當然很重要 因為這個跟吸引力法則 也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一直叫帥哥… 就變帥哥 我們的名字 跟一般其他行業又不一樣 我們是藝能界 我們還有藝名跟本名 藝人的名字都比較怪嘛 對 有些人印象深刻嘛 其實藝名也很重要 紅多拉斯 搞到紅多拉斯也跟我們斷交 不是 跟人家沒有關係 只是剛好… 跟他無關是不是 對… 對… 取名字很重要啦 今天我們請的六位 他們都有改過名字 而且還不止一次的 我們就請莫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到底是還要再改呢 還是說你根本就越改越糟 來…加勾… 是 我先講一下 還說一次名 對 因為其實我… 壓根就不相信改姓名的事 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跟屈中恆 跟那個玉芳在拍戲 然後因為我不相信改名字 可是我相信風水 風水 那時候我搬個家 我放個魚缸 我想說這個魚缸是不是不要亂放 我就在聊天 然後屈中恆跟那個玉芳 玉芳就說 你去看我的一個老師 他會告訴你魚缸擺哪裡 你就不會漏財 而且會帶財進來 我一去老師那邊說 老師請教一下 我現在這個房子方向怎麼樣 然後我的魚缸應該放哪裡 我一請教這個老師 就馬上請教你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 你紅包包多少 沒有啦 憲哥 先要告訴我 先告訴我 對 算哪裡嘛 對不對 又不是包禮金 沒有 先算錢的 隨喜 隨意…對 我就先準備好一個紅包 我是有準備好一個紅包 對 然後我就跟老師講 可是老師就 他說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我說老師為什麼 他說你這個蔣尾文這三字 名字有文 對 他說你這個名字非常差 所以不管你魚缸擺哪裡 都沒什麼用 我說 他說 再一聽就感覺要我改名字的感覺 可是我就不相信改名字嘛 所以我就說老師 沒關係 你就告訴我魚缸放哪裡就好了 然後老師說不行 你的名字這麼差 我就算魚缸告訴你放哪裡 他硬要多跳 不得好死 硬要多賺你一筆 我聽到之後我就覺得心裡有氣 是 我又不認識這個老師 莫名其妙 他突然見了我就說 我在蔣尾文三字很差 是我父母幫我取的名字 從小到他就這個名字 也不覺得什麼不好 是 然後他就說我會死得很慘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站 死不瞑目 死得很慘 死無葬身之地 沒有那麼多… 這時候我就把紅包 我想說 我眼聳聽嘛 有沒有可能我沒有把紅包 拿出來的關係 我就把紅包拿出來 我說老師我這邊準備一個紅包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魚缸應該放哪裡這樣 把紅包一放桌上 老師說 我就是不能告訴你 你這個人太耳背了 好堅實 我說老師那這樣好 謝謝你我就站起來了 老師說好 你這樣子好不好 你把你們家的 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告訴我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說一個 這個維基百科上沒有的 我就告訴他我大伯的名字 大伯 對 大伯 他把大伯的名字寫了一下 他寫完他就說 然後我就一聽到 我就嚇到 因為我大伯母就是死於癌症 被他殺的 是死於癌症 不是被他殺的 我從小… 從小你知道我 我大伯母是死於癌症這樣 就很難過嘛 可是我大伯那一年 我去看老師那一年 正好他娶第三個老婆 好可怕耶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要站起來我突然 我就坐下來我說老師 我應該改什麼名字比較好 對 聽聽看嘛 對 娶三個老婆 這個就非常人說的 很學啊 對 很學 因為我大伯在他住紐約 所以他根本不住台灣 就比較少人知道 他在紐約他是 他是那個教標記舞的 不是 教標記 教標記舞 國標舞 國標舞啦 教國標 國標記 國標記 Tag喔… 聯合帶子 Tag Tag 國標舞啊 幫我標記一下 幫我hashtag一下 Tag舞 國標舞啦 國標舞… 所以他的那個第三個老婆 就是他的舞伴 所以你就決定給他幹 非常年輕 所以我就想說好 請老師幫我看一下名字 他說蔣尾文 這個因為我數老鼠的 他說尾就單人旁 就 這個尾字就對你非常不好 尾就非常差 你講筆話這麼多 尾筆話也不少 到了文就變草草了事 虎頭蛇尾 虎頭蛇尾 你到了晚年恐不得好 對 然後第三個又是那個什麼子嗜 第三個就沒有小孩 就是不好的意思 完蛋了… 我說怎麼會 所以你看人家做生意的號碼 要大幅 尾巴要大 對 尾巴要大 要壓重 車牌也好 車牌好像也是 3939 889 9 最大的… 它是不是3939881 對耶 881就不行 889才行 80更慘的 至少也要7啦 不能7一下 那是老師跟我講 7 3 3 9 6 7 可以 7 3 3 9 6 7 你真的押韻的問題 真的押韻 這不是一定961也可以啊 對不對 老師是有道理的 對 所以老師跟我說 史上另外一個尾端有一個文的呢 他的最後的遺言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還需努力 他說孫文也是孫很多筆畫 文非常的輕 所以最後是不好的 對 所以他認為說我這一定要… 國父還不好啊 他勞入命一輩子嘛 至少他就做出貢獻啊 也對 從這個角度來看 對不對 後來老師就叫我改叫蔣偉成 他說因為我屬老鼠 這個尾呢 旁邊這個蜜字旁 其實它是有點像 田底 田底的那個溝槽 然後上面有三碟水 有水的意思 然後這樣老鼠又有水 可以喝又有東西 可以躲來躲去的 就不會是過街老鼠人人寒膽 又比較安穩一點 安全 安全一點 然後到偽成成這個字 這中間也是一樣像勾曲的感覺 就像田地的感覺 也是有地方可以躲 然後這又是一個水字在這邊 他說你就會 我說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因為我去看老師的時候 是二十年前嘛 二十 那是我單身 然後我也沒有打算結婚 我就到處租房子 然後我想說租房子很不錯 地方租膩了 就可以換一個地方租 而且我每次租房子 跟交女朋友一樣 我每次租房子我就換 假如膩了就換一個 可是那是年輕啊 當然是這種觀念嘛 體力好 對 年輕體力誰不好 對不對 你體力不好嗎 年輕的時候 你現在還滿年輕的 對… 看錯地方了 我現在體力還好 對… 後來老師說改了以後呢 因為我就… 我女朋友就變我老婆了嘛 然後就幫我生了兩個兒子 然後我也其實變得很穩 我就非常喜歡在家裡 待在家裡 然後喜歡做菜 就變成家庭主婦的感覺 好像真有這個改變耶 是 老師 這個鼠輩講了有道理嗎 沒錯 偉文哥 剛剛都把我的話講完了 真的啊 是準的啊 其實滿準的 因為在我的看來 其實這個尾字 旁邊人真的就是 老鼠真的不能遇到人 遇到人就是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然後呢 文在後面 會頭重腳輕的感覺對不對 但當然也有這一派說法 但是我們也有另外一派說法 就是它的筆畫是 加總起來或是前後加總起來 它的這個筆畫的吉凶 所以這個也不一定是這樣子說 不同的派流 對…不同派別 當然改成這個蔣尾城當然很好 因為這個尾 旁邊這個蜜字旁 它其實是彩衣的意思 彩衣 對 老鼠批彩衣 它就稱王了 所以它就會很開心 所以你有這個尾字其實非常好 而且它也出 你出幾本 七本 七本料理鼠王 對… 對 對 對 你新書就叫料理鼠王 應該會被迪士尼告 告 照照翻 好普的啊 這個產業太亮了吧 對 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光鮮亮麗的意思 然後這個塵 就是剛剛講到的 它是有籽跟水的意思 其實對生肖鼠老鼠是非常有助的 但我覺得可以再加強一點 其實我有幫瑋文哥取了一個 新的名字 叫做蔣幼晨或是蔣幼燕 這個幼其實非常的漂亮 因為老鼠它是比較偏肉食雜食 它什麼都可以吃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月的話 就是代表肉的意思 是非常好 而且說上面需要 老鼠它是需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家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有一個寶蓋 所以你又有家又有地方可以吃 老師為什麼不直接改名叫蔣肉肉更好了 蔣肉肉 可是這樣就沒有寶蓋了啦 蔣肉肉有一個問題 非常大的問題 肉它裡面有很多人 對喔 對 就被打死了 真的 就會被打死了 會被打死了 對 所以原本的名字也不錯 蔣未成 很漂亮 如果蔣幼燕的話就是在井上添花 因為這個燕它的彩藝非常的明顯 然後你也是有家有產的意思 好像整個很讚耶 對 非常好 除非他還想要再改 他就可以改這個 對… 我可不可以順便問一下老師 因為我後來 因為這個名字取得很不錯嘛 是… 後來我生了兒子以後 我老大就抱去給這個老師取名字 然後老師就幫他說 因為我的兒子是屬老鼠的 不是 屬蛇講錯了 屬蛇… 你們在蛇屬於我耶 所以老師有說 其實我兒子跟我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蛇屬一窩嘛 對… 我屬老鼠 他屬蛇嘛 對 後來老師就幫我兒子 算了名字 他說他是祖宗的宗 威震八方的震 對 宗震是對他最好 所以你兒子是蔣中震嗎 好的 你又開過一個蔣公私房菜 他其實給我三個名字選 其中一個是中震 三個名字中震是最好的 對你兒子來講 他說這個中上面也是一個這個 有一個寶蓋嘛 然後下面這個是 他說是神的意思 對 所以蛇變成神就變成龍了 他就升格了 然後下面這個震上面有個羽 下面有個臣 羽就是下雨天 下雨天會出現就是海龍王 下面是個臣 臣也是有龍的意思 中它下面那個是 其實它就是寂妙 祠堂的意思 所以是非常好的 然後這個震下面這個臣 就是龍的意思 所以蛇不是當蛇而已 是當龍 非常好 因為我也有中字 對 它就是寶蓋 對 然後底下有一個二嘛 然後有一點小這樣 所以 什麼意思啊 就 它就是一種叫做 會真正的展示出一個人的狀態嗎 對… 下半身… 下半身 下半身 是那條路 對… Hold住… 正經的很少了 很少 對 但這個姓名學 還是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用偉人 用這個像是以前的君王 對 的名字的話 對 這個是需要承擔比較多的 可能 對 就是有點類似天將 欲拜皇冠必成其中 沒錯 其實我覺得我大兒子 反而沒有承擔這個蔣中正這個名 是我的二兒子 對 因為很多人聽到 大兒子叫蔣中正 就很興奮說 弟弟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大家都覺得 他是不是叫蔣經國這樣 對 他說 對 沒有啊 我就叫蔣秉毅 然後大家都 就很失望的樣子 天賦義秉 就是秉持毅力 很多人就是聽到他叫蔣秉毅 就有一種失望 失望 失落之感 然後從小還就跟我講 爸爸為什麼大家聽到我名字 都好像很失望的感覺 對… 所以你要這樣順暢 這個名字OK 這個名字OK 這個名字很漂亮 別再動了 對… 佑燕這個就是屁股癢的時候 你再考慮 對 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來…看一下 來… 炳燕 我們就一直是炳燕 你以前叫忠寧 是 我以前叫余忠寧 那個時候是在舞台 在做模特兒時期的時候 還是用他 但是其實主要現在用一名 用余秉毅是因為我後來 開始出來拍戲嘛 拍戲的時候 第一開始接觸到是 是我的一位貴人 柴姐 然後柴姐那時候想說不行 他說我的名字看起來太溫… 太溫了 對 而且感覺很像 很安靜的讀書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 溫文如雅的一個柴姐 是 是… 但不能讓大家這樣誤會你 對不對 然後他想說 那時候有點氣勢 他想說給老師算一下好了 然後老師去算完之後 然後想說好像一字排開 我看了一下 他把線上那個時候的 男藝人的名字都擺上來了 真的 譬如說余他就冠了余劍舟 然後還有余偉文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余宗憲 對…之類 余學友 余子強之類 余偉文很棒耶 余偉文很棒耶 好好耶 對 余偉文 你不要改成法令文 是不是 余子強 對啊 然後我想說看完之後 那我還是選他好了 不一樣的名字 因為輪到自己要選名字的時候 你就突然間四平八穩了 結婚前有沒有 婚紗各種 我要比基尼的 我要什麼… 走這個 我要跟大家全世界不一樣 對 到了結婚那一天 穿的都是最傳統的 最簡單的 因為他會回歸到 我這是一生就這麼一次 對 不要挑戰這些 不要亂搞了 對啊 換這樣子之後會覺得 好像沒什麼感覺 一開始就覺得不太好 沒有人念對過 什麼意思 我換完這個名字之後呢 沒有人念對過 我的粉絲朋友 是有十個人 有九個人念錯 念什麼 余秉憲 余堅驗 余秉憲 余秉憲 余憲 怎麼可能 對啊 我也不算了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是永遠這個名字 就覺得是不是要把它改回來 然後後來改完之後一段時間 我從開始接戲接八點檔之後 我從來沒有斷過 然後而且大家知道拍八點檔 最苦的是什麼 前面打仗三個月 我是 那個拍三個月有可能重拍 可能只拍了五集後面 然後就可能要才重來 還沒入瞬境 結果呢 我好像從來沒有打過前面的仗 我永遠都是第二波進去 然後到最後 割刀子尾 割尾刀的… 然後後來就是大概會回想一下 之前老師講的 為什麼 就是為了取這個後面的名字 原因是因為我屬馬 然後因為餅有稻荷 然後有家的感覺 有給我一個房子 有飯吃 對…有飯吃 然後驗的 大概是希望我會多說話 秉憲的話 他以前的名字 這個寧真的就是很不適合他 因為屬馬嘛 他是吃稻荷 然後他是草食杏 然後他吃草吃稻荷 所以這個寧它裡面有一個心 吃肉了 吃肉了 所以他看得到吃不到 而且感覺又要吃一點布丁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因為他一直講站著 本來可能沒有辦法 再往戲劇的方向發展 對 就是他可能還是有辦法 就是會有一些收穫 但是就是真的看得到吃不到的 比較多 就是收入跟支出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成正比的感覺 以前不好 秉憲就非常好 因為這個餅剛剛有講到 它是稻荷嘛 所以真的有得吃 這個燕其實除了多說話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加分 因為這個燕旁邊有三撇 三撇 很像馬在羊蹄 真的… 像馬的棕毛 妳搞不好出一個單曲 然後有這個燕妳就紅了 哪一個 什麼 怎麼樣 在小小的花園裡 我挖了… 這個三撇 燕的三撇 這個三撇 在我們性靈學裡面講叫做彩衣 對 所以那個馬匹彩衣 非常的威風 然後也會比較耀眼 比較讓人家看得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一個名字 不是 那有沒有什麼聲音叫 匹彩衣是不好 就聽著彩衣就很好 有啊… 有 等一下會講到… 比如說豬 會被拿來吃 因為他要被 匹彩衣就是準備要參加 一名廟大賞 對 要來咬豬 要來咬豬 咬豬 咬豬 對 危險了 有… 所以其實馬匹彩衣非常好 是很威風 很華麗的 是啦 所以改得很OK啦 對 不用改這個不用改 這很漂亮 老師 我問一下 之前我原本看到他那個 前一個老師幫我算了另外一個名字 就說他叫余劍舟 那這個名字是怎麼樣 余劍舟 這個舟的三撇 它是比較偏屬水的意思 川 對 然後馬的話它是屬火 對 所以就沒有那麼少 馬是屬火 對 馬是屬火 那我的名字裡面有下雨的雨耶 雨 我也是屬馬 對 所以就是也會學火傷課的概念 對 所以就會覺得說 就好像很多事情沒辦法發生 沒有 真的假的 是說因為他旁邊會做一個 比較煩人的人這樣子嗎 導致我沒有辦法發生 對 就是會覺得說好委屈喔 我覺得有可能 要慎選父母 我當時就是沒看清水 妳這個還OK 秉諺 秉諺 秉諺非常好 來 看完了 講公看完了愚公以後 我們來看看 哪個愚公 我們家最熟悉是湘瑩 對 因為其實湘瑩就是我的本名 我們還在湘瑩耶 對 然後其實我要先 我要再講到之前的故事 因為我十年 十一年前發生了一件事情 對 就那年老師 對 然後那一年正好是29歲 妳看妳就沒聽憲哥教妳怎麼做 有嗎 沒有 我教Makio 沒有啦 搞錯了 Makio那個繼承這世界 對 都變老故事了 那時候正好29歲 然後我就沉澱了一年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行 我才29歲 我覺得我還可以有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相應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去改一個名字 至少 因為我那時候是本來 就想要走戲劇 我就想說那至少戲劇至少對我 就是那時候跑綜藝不會太多人 會有印象 所以我那時候就為了改 其實我是為了改而改 然後改叫書橋 那個時候真的 可能自己心裡面的一些 自己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是一直覺得 這個書橋跟我就是格格不入 然後我就覺得我叫了書橋 我做什麼事 還是不順 對 然後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是一直就是卡卡卡在那邊 然後就是也是變得 非常非常沒有自信 所以我大概叫了兩年之後 我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要面對自己 我還是叫相應好了 所以我又再把相應 又再改回來了 又再改回來了 而且我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放飯的時候 然後那個導演就說 書橋… 然後我就說 導演 你叫我 導演說 我是說我要豬腳 我就說你這個名字很… 他就說 我就說你這個名字不好聽嘛 豬腳 對 他是叫書 對 他是叫豬腳 豬腳 對 然後是因為後來 因為這樣我才想說 好吧 那我就再改回來 但是這個是藝名 OK 對 那時候就只是為了改而改 對 但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他擺明了就是想要告別 對 我就想要 我不想要大家看到 這個是自己改的還是 我是去給老師改的 八 九個名字 然後可以讓我就是 也是上下拚啊什麼 但是也跟你一樣 就是一大堆藝人的名字 什麼西啊 鹽啊什麼 就都是這些 後來我想說這些 就是太多人叫了 因為都算過 也都是算過 對 所以我才想說 那我來叫一個這個名字 然後這個是我的本名 換走位 本來豬腳現在換鰻魚 對… 鰻魚飯… 然後這個是 我大概差不多兩年前改的 兩年前 然後我會改的原因其實 也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改名字的時候正好是十年 我就想說 人十年一大運 也該是我了吧 對 然後就想說 我就在我39歲的時候想說 好吧 那我去改改看 憲哥可以告訴妳 妳是屬於走老運的藝人 真的嗎 對… 所以現在就老運啊 對 事實…也差不多了 事業到了 而且妳以前那種被自己綁住 有 憲哥妳有跟我講過 對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做什麼事情都卡卡的 也放了 對 然後可能就像拍戲也是 可能拍戲 我覺得我在家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可是正式開始 武士商業的時候 我又不行了 對 對 然後是後來換這個名字 我是有一次 這個契機是我上節目 然後反正就有一個藝人跟我 我就說我其實有點想改名字 然後那個藝人就跟我說 那妳要不要去我的那個老師 因為那個老師幫唐立琦 就現在叫唐琦啊 老師改 他說你看他改完之後就更好 我說好 這個死我也要去改 所以我就立馬就跟那個藝人 要電話 然後馬上就去給這老師算 然後算了之後 對 然後我自己個人滿喜歡這個名字 我覺得滿符合我現在的年紀 跟我的一些你知道人生的一些 對 妳自己也喜歡 我覺得很重要 對啊 妳最適合的反而是碟字 真的嗎 就王漫漫都很OK 因為其實我這個名字 是我爺爺取的 我那個時候一直不想改的原因 是因為畢竟是爺爺取的 我就想說 對…虎南人 然後我爺爺之前真的要幫我改 以前是王菲菲 王菲菲 對 曹字頭的菲嗎 就是那個菲子的菲 我爺爺之前一早是想要幫我改王菲菲 我媽覺得不好聽 後來才改成這個 天啊 好多 好曲折理解的故事喔 王漫軒之後現在比較順暢 我覺得順很多 妳說有沒有突然變很好 其實我沒有 但是就是我現在的戲約也都就是 妳會感覺說現在順很多的原因 是以前太不順 對 對 有點順 有點難… 對 但是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吸引力法則 然後我自己告訴我自己 也該 時間也都開 就是充斷一件 對…就是該是我的… 我覺得自己心態也有改變 我們先從最舊的名字 湘瑩 對 湘瑩開始 這個湘就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曼萱的生肖是屬狗 對不對 狗就是不能淋雨 香肉 墨水狗 墨水狗 所以就會覺得說好像就是 做很多事情就是很淒涼的感覺 這個就是湘瑩 墨水狗 天啊 也太慘了吧 像書橋的話呢 書橋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真的就是很衰 然後五四三二一就結束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這個書 書下面有一個日 這個叫做天狗時日 狗狗就會一直對著太陽叫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很容易會徒勞無功 所以狗狗很不適合遇到太陽 對 然後 土勞無功的感覺 還有這個橋 這個橋有兩個口 狗呢 遇到一個口可以 可是遇到兩個口就會變成 哭 哭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多事情很悲傷 然後很衰 衰事連連 因為我們遇到狗 遇到兩個口就是不祥的意思 對 所以其實書橋真的會讓我們 真的覺得很大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老師改的 你說這兩個嗎 對… 對 不一樣 OK… 第一個是爺爺 第一個打槍 原本的名字本來對他也就不好 對 原本的名字也不好 因為是落水狗的意思 改到曼萱變好了 曼萱的話其實還不錯 因為這個曼它旁邊有一個女 它就是增加你的女人味的感覺 所以這個非常好 對 會比較舒服 然後就是心情也會比較舒緩一點 但這個萱呢 萱上面有草非常好 因為狗狗牠在草地上面 牠是很自在 很舒服的 所以你的心態也會開始有一種 比較大開的感覺 對 對 但是牠這個寶蓋也非常好 下面這個寶蓋就是狗狗牠有家住很好 對 但是牠下面這個日 又一個日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還是會覺得就是 這個付出跟收穫 沒有辦法就是很成正比的感覺 老師 像剛剛憲哥說 牠如果變成王麥曼 疊字的呢 對 其實漫漫這個叫浮影 浮影就是有一點類似重疊的意思 有時候很容易會做錯決定 所以其實像疊字的話 就沒有那麼適合 妳自己叫木暮都可以 我們就不能這樣漫漫 還是說老實 十寸週關放火不久 我們百姓點個分 可是是我們打字的問題 牠其實姓林 牠是林老師 林老師 林拉木暮老師 以本名來說 對 對 如果以本名來說的話 這個曼萱還是可以再加強的 我有替曼萱 好緊張… 叫做佩寧 像這個寧就非常適合 對 因為剛剛那個秉諺 妳的寧不適合 對 但是因為曼萱 曼萱 曼萱是屬狗的 所以這個寧牠有一個心 你有肉吃 狗狗吃肉嘛 所以非常好 有得吃 因為剛剛這個曼萱 牠好像就沒有就是可以給你吃了東西的感覺 然後這個配非常好 又是彩衣 就是牠這個筋牠是有彩衣的意思 狗狗劈了彩衣就變老虎了 非常好 這不錯耶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是這個雞衛生等的概念耶 牠旁邊有人 狗非常需要有一個人可以依靠 對 我想問一下 之前我遇到張維中老師 然後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想要改名字 妳有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張維中老師就說 那妳叫湘瑩 那我幫妳改同音不同字 所以她就幫我改香金的香 就是孔京的孔 對 香 然後瑩就是金… 那個金銀財寶的瑩 那妳就叫王孔瑩那次好嗎 王孔瑩 王孔瑩就有人記得妳了 這名字是好的嗎 王湘瑩 對 好老一輩的感覺 可是感覺好有錢喔 老師幫我改的啊 妳有蝦瑩嗎 老師說名字就還是 妳改好像已經60歲了 好像阿嬤的耶 姐姐看…這個嗎 對 這個銀其實不錯 因為它屬金 然後這個金 其實對狗是有加分的 它是有助力的 對 因為狗它也是屬金 所以是有加分的 但這個香一樣 它有遇到兩個狗 對 所以這個就比較可惜 但我覺得銀它也是一個 就是還滿悅耳的一個名字 對 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 來 王心如是本名 對 剛出道的時候叫心如 後來改叫樂妍 對 但是我們藝能界也有一個 叫樂妍對不對 對啊 女F4對不對 對 然後也有一個叫心如 是林心如 為什麼會這樣改呢 沒有 我之前本來也是 跟那個文哥一樣 很堅持不改名字的人 因為我想說我出道就是王心如 而且已經 誰會出道十幾年然後才在換藝名 因為林心如 對…可是我出道以來 然後每一次只要我出現的場合 就會有人問我說 王心如是妳的誰啊 那林心如又是妳的誰 王心如 對 妳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回答 我還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十幾年 妳也不膩 我很膩啊 對… 對 然後後來是因為 那時候本來要去內地拍戲 那我要改名 就是我不想要再輪回 以亂到新的地方 我還要再背說 妳跟王心如 妳跟林心如有什麼關係 妳跟林心如擺明了 妳們是王不見王 沒有… 偶爾看到OK啊 幹嘛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要改 為什麼就改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 也是去找老師算 老師那時候也是給我 差不多十個名字 他就說 妳從裡面這個筆劃 都是對妳好的 妳就挑一個妳自己就是 很喜歡聽順耳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挑了這個 然後挑了這個之後開始 我覺得拓展很多 就是變很廣 以前我接觸不到的 譬如說舞台劇也突然來找 然後我那時候也主持節目 然後…也開始演八點檔 就是各類型的 就是路變很寬 心如的話呢 其實是屬老虎對不對 對… 屬老虎姓王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因為老虎就要稱王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姓對妳來說 就是非常加分 然後這個心呢 它也是就是一個肉 對 所以老虎有得吃 衣食無語啊 不用擔心吃的部分 然後改這個肋岩 這個肋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下面有木 這個木呢 它對於老虎這個五行來說 是有加分的 它是有助力的 所以妳很容易會遇到貴人出現 但這個岩呢 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這個岩右手邊 它像柵欄一樣 老虎不能被關 被關就會覺得被變病貓的感覺 可是它如果沒有女資部的話 肩體就是開 開… 快樂開心的樂開 樂開懷 建議可以改一個字 改成王樂童 樂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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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童原本的心可以拿來用 樂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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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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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會變很勞路命嗎 不會…樂童童 我好奇問老師一個問題 像他是王樂童 那個樂如果 因為他是破音字 如果念王樂童的話 會有影響嗎 會有影響 但是這個是字義的問題了 樂是開心快樂 對 其實也建議不要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念出來 這個才是它有力量的 它是有能量的 但如果就是一直破音字 然後就是讓你反反覆覆 對 其實你會有時候 不知道你的能量到底在哪裡 然後對你好還是不好的影響 也盡量不用骨字 骨字就黑白 看不懂的 認不得的 劉根宏那個根 已經沒有再用這字 電腦打不出來就對了 打不出來 對 這超麻煩 對啊 那就很麻煩了對不對 所以我滿建議就是樂童的 因為這個童它一樣 它旁邊有彩衣 然後有肉 真的就是很威風 然後很華麗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樂童 樂童 曾經有點像樂童的感覺 樂童 就也不錯 樂童 樂童 來 寶咖咖 對 改說善語師大家都習慣 女心是本名了吧 咖咖 不是 我本名非常難念 我姓呂 雙口呂 呂 我記得 李玉芬的呂 王心靈的呂 呂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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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的本名非常不好念 就是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念快 因為那時候大家認識我是 在大學生的妹 其實大家都是取綽號 綽號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學生時期我就叫阿寶 工作人員就說 你叫阿寶 就要這樣錄會不會太平常 太平了 我就說阿寶… 然後寶咖咖好了 然後我就這樣錄了 也錄 就錄了 就是大學生了沒 然後錄完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還滿多人記住 寶咖咖這個名字了 對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改名是 偉忠哥 他叫我改的 他就說我覺得 人還是需要有名有姓 對 不要 如果你以後有一個作品 演員寶咖咖 那是有一點落差的感覺 對 他就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名字 所以我就去給老師算 然後他一樣就是 一開始去他就說百家姓 他就全部拿出來 他說你就選三個 我說一下子我還 要怎麼選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無從下手 對 我就這樣隨便瞄過去 我選了夏 然後雙木鈴 然後還有唐 就只是 就是這樣隨便 第一個有感覺的我就選了 然後他也是下面給我好幾個選擇 最後為什麼會選出夏語心 我是挑了三個 我比較喜歡的之後 整個精心全部的製作團隊 就是RUN一次 對 就是那時候康熙的團隊 什麼去每個團隊 然後就幫我投出夏語心 對 是這樣子 對 集思廣義來了 大家就覺得這個好像比較順 有啦 成績已經都看得到嘛 離開寶咖咖年代 進入夏語心年代 那時候順明老師還說 你取這個名字 你想要有工作還是想要有 就是桃花 然後我就說桃花我現在還好耶 所以我那個時候 也太久 六年喔 而且這六年是 這中間真的沒有一個人追我 然後就專心工作 對 就是真的六年都是空 好像還滿準的 就空白 以前的名字叫寶咖咖嘛對不對 其實這個寶呢 滿可怕的 因為它寶下面是一個貝寶 錢 這個貝呢 雖然我們會覺得說 是錢很好對不對 但這個貝呢 它不適合用在屬老虎的生肖 因為這個貝 我們在講它的十二生肖 它是屬龍 這個叫龍虎相爭 所以龍虎相爭難言幾 就是龍虎相爭的話 就沒有辦法說很好的意思 龍真虎 對 所以龍真虎都兩敗俱傷 所以這個寶呢 其實會讓你覺得就是 好像有點傷痕累累 或是長輩上司對於你的幫助 助力就沒有辦法很強 然後這個咖咖呢 有太多口了 老虎一開口呢 要嘛就是吃東西 要嘛就是商人 口舌嗎 對 你的口舌是非會非常多 對 對 在寶咖咖的時期 對 然後改成羽心的話 很好的是這個心 它就是有肉吃嘛 這個非常好 然後這個 也有口耶 也有口 對 還兩個口耶 尤其這一柱呢 它又是在這個感情這一塊 所以就是你的感情 就會比較多的阻礙出現 真的喔 有五個口 一看就知道有六個口了 對 六個口 對 所以你的感情沒有辦法很穩定 其實跟這個語有很大的關係 好可怕 她心OK 她屬老虎 心OK 對 屬老虎 所以我滿建議把心留著改成 把心留住 下真心 下真心 真心 真心會換絕情吧 這可以嗎 張維中老師那時候算說 人要走出國計畫 三個字不要 你要叫四個字的 那語姓下 那就叫下戲下錦好了 對啊 我跟張維中老師一樣 下戲下錦 我好多了吧 我是熱心 你是真心 真不行啦 真心…換絕情 真心很漂亮耶 哪裡呢 因為這個就是很難期 也是三撇嗎 又王 又皮柴 又王 又皮柴 漂亮 真的 太…真心了吧 真心 真心 換絕情耶 我最喜歡的心心 什麼意思 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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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異心的太多 會不會異心多用 對 滿接跑 這個異心其實非常好 因為老虎就是要大 要做大 所以就是你在就是很多事情上 可以就是更加突破 但這個大呢 因為它在中間這一個字 所以有時候就會在感情上面 會比較霸道一點點 對 這個異 然後不然就是韓 下韓 哪一個韓 韓星 韓 韓星 國際化 國際化…來到了韓國了 這個韓的水 它其實對於老虎 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 你可以改韓星那我就不錯 韓星 老師 我覺得下雨星比較好耶 現在挺好的 現在挺好的 暫時不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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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不改… 單身沒關係啦 誰可以加一次 來… 來 無尊的名字特別 對 像謝富宇 這是我 這是我以前的本名 我國小三年級叫謝富宇 然後這個也是算錯 我爸媽算錯 富宇 大家好 對… 我是謝富宇 對 我其實滿喜歡這名字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老師 做後面 還好 名字裡面有個香又羽毛的語氣 其實比較軟啦 對 除了關公它叫關羽 對 還可以 那因為其實我以前的 怎麼這樣啊 不是啦 好罵人耶 用個香這樣會不會自己生氣 但是因為我以前 個性確實比較柔 到國小之前 其實我家人都以為 可能我是喜歡男生 對 所以真的是有這個狀況 因為我以前是比較柔的 然後後來改… 為什麼會改 是因為謝富宇這個名字是 老師有說會有血光之災 腿會斷 而且老師講很明確說腿會斷 然後我爸媽就嚇到說 趕快幫我改名字 也是一樣 很多的名字就給我選 我就選了一個很後悔的名字 叫謝富宇 富宇 就是我 有夠難過 我寫完謝 大家已經交卷了 就是那時候 俊馬才寫到一半 然後就大家交卷 而且這一個 你是本身屬什麼生肖 羊 屬羊 80年次 富宇 那個菌 影響力很大 你看他的牙齦 我改這名字之前牙齦沒那麼高 這是真的 慢慢…又長出來了 會算 真的 怎麼可能 我以前沒有什麼牙齦的 牙齦後悔 他小的時候是大帥哥 對… 真的 對 小事了料 小事了料 那個謝峻毅後來改了之後 因為謝富宇腳會斷 改了謝峻毅之後 被撞斷 沒有比較好 包石膏 所以後來我慢慢就想說 後來其實我滿想把藝名又謝富宇 但為什麼會叫無尊 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常常表演瘋瘋癲癲到 毫無尊嚴 然後上課很吵 同學說你目無尊長 然後我那時候髮型 跟飛龍海無尊是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 他們就叫我無尊 對 那也是大學生了沒 那時候去了之後 我就用無尊的名字 反正以為只有一集 然後後來就想要改 然後就沒想到我固定他大學生 他說不好意思名牌已經做了 我說名牌已經做了 然後就叫無尊吧 後來我去了全民最大黨 想說我要改名字 結果那個工作人員說 可是導播那後製已經上好無尊了 我還沒辦法改 我就好嗎 被姓名推著走耶 對 然後後來去了超級魔王大道 想說戒指 新的就改 結果工作人員說不要改 無尊比較好記 你像謝君怡誰會記得 我說我想用謝富宇 比較特別的名字 那時候好像還沒有填富貞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嘻嘻嘻 他還沒用填富貞 就想說這名字滿特別的 後來就是工作人員說不要比較好記 後來我簽到了我現在經紀公司 我說我想用謝富宇 他說不要…無尊比較好記 結果一直到現在 這個富的中文意義是什麼 香味 沒有查過 我只覺得這個富很特別 是濃郁的意思 富 他用這個香味來形容它 整個豐滿濃郁 所以謝富宇就羽毛很豐富的意思 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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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語意很豐厚 對 但老師有說 如果以這個 以做事業來說的話 謝富宇會比謝君怡來得好 有老師這樣說 糟糕 怎麼辦 對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要做一個取審 到底要走演藝圈還是走飲料界 對…可不可以同時並行 後來我就問了無尊這個字 對 然後那個時候是問了張偉忠老師 又來了 他在節目上 他在節目上跟我說 我覺得你改叫無是沒有的意思 你要不要改叫有尊 有尊 有沒有了 有尊 但我想說那個道德經優 道德經優講 天下萬物勝於有 但有勝於無 我那時候講到無這字很好 但下了節目之後 老師說剛剛是開玩笑 他說其實我誤打誤撞取到一個好名 真的嗎 他說因為我屬羊 他說羊的前兩話是出頭 尊的前兩話也是出頭 而羊遇到火會旺 所以無尊是誤打誤撞取到好名 他是這樣講 他說你就不要改 就這樣子 對 而且吳就好像腳上有四根 四隻腳 四隻腳 對 他是這樣講 但是我有問過其他老師也說 吳尊這個好像對我不錯 賦予的話 因為名字它是比較偏 就是女性化一點點的 真的在男生身上比較不適合 就是你的事業發展 可能就不會那麼好 對 然後這個羊呢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它是彩衣的意思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屬羊 這個就是犧牲奉獻 準備當祭品 對啦 就跟豬批彩衣是一樣的嘛 他要退出去窄 對 牛也不適合批彩衣 就是要上那個祭台了 所以能吃的都不能批彩衣 不放 這樣不行 對 所以這個賦予的話 可能對你來說 就沒有那麼加分 改成這個蟹菌 對屬羊的非常好 為什麼 非常好 因為羊跟麻它是六合 它在身上裡面叫六合 所以你不僅僅是同輩有助 就是你的同事 然後你同儕之間 其實是有幫助的 而且你這個義 義下面這一個 它是豬 對 它跟羊又是三合 豬兔羊三合 對 所以這個又六合又三合 所以其實你遇到事情 都容易迎刃而解 就是因為你的貴人很旺 太感人 而且 吳尊這個名字 俊毅的這個義 它這個就像是羊在跪著的意思 羊高跪如上之笑 所以俊毅這一個人 他是很懂得孝順 他是知恩圖報的一個人 所以這一個非常非常的好 俊毅 對 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也滿好奇 吳尊這個名字對我好嗎 就叫吳尊 吳尊剛剛有講到 因為它是有柵欄嘛 羊在柵欄裡面 它是有依靠的 羊是比較膽小的 所以它是要有依靠 要有家園 所以這個柵欄對它來說是好的 然後下面的火也是加分 可是我們還是會去 思考這個字義的部分 這個字義無就是沒有 就是有一點類似 徒勞無功的感覺 所以這個無呢 它的爭議會比較大一些些 但是如果以目前來說 覺得還不錯的話 還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如果改 無後面改中線這樣可以嗎 這個無後面改中線 對啊 可以啊 也可以的 那個屬羊可以嗎 因為它屬老虎喔 羊入虎狗 羊不行 羊的宗 這個宗呢 其實就是一樣要進寺廟 要進祠堂 要上祭品的概念 又來了 對 所以這個宗不適合屬羊的人 餡也不行 餡的話對 也不行 因為它是心 對 羊不吃肉 曾經有個老師跟我說 他說要不要改叫吳濟鋼 因為他說這會紅 因為吳濟鋼你會紅 吳濟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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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濟鋼老師嗎 吳濟鋼老師 有一個吳濟鋼了 吳濟鋼 剩一幫你改名詞是不是 對 不過還是有一些有藝名 因為它終究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對…叫習慣了 對 要去想一些好叫 包咬咬 其實滿多人都記得 對…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小燕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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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